人类统治世界的时间不会太长 欢迎收看林寻TV每日快报 英国天文学家皇家马丁里斯坚信 人工智慧机器将在未来100年去代人类成为优胜者 人类作为地球的主导物种的时间不会太长 英国天文学家皇家马丁里斯坚信 人工智慧机器将在未来100年去代人类成为优胜者 里斯勋爵说可能再过一两个世纪 人类就会被无机智慧所取代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这个物种将只是机器接管之前 地球历史上的一个短暂插曲 他继续说道 许多人认为人类是智力的顶峰 但我们的物种可能代表着走向更人工的思维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宇宙看起来像我们一样缺乏生命 外星人更有可能是很久以前存在的其他有机生物的远 成电子后代 今天的报道到此 喜欢我们影片的 请按赞订阅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请按赞订阅分享